检调来到路边一处办公室进入搜索后 再把人带出来 要求彤彤上车再回去接受调查 也搬出一箱箱关键证物 高雄传出有新住民关怀总会的干部 招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附入旅游 一共就约有60人接受落地招待 中国疑似揭露我国总统大选事件又一桩 这次是60人接受免费招待到中国旅游 拍下影片照片笑得好开心 高雄这名新住民关怀总会的周姓理事长 和严姓还有郭姓干部 与中华人民党的汤姓党主席 还有林姓党员五个人互相有联系 理事长和干部在台东高雄等地招揽民众 11月中一起到中国湖南旅游 全程时速交通免费 而旅途中涉嫌宣传两岸一家亲 和平统战等思想 疑似要民众支持特定政党候选人 实际回到现场办公室没有人在 电话也都打不通 附近邻居说平常和大家没有什么接触 检掉复讯之后认定报告周姓理事长 以及两位干部有羁押职必要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社犯反伸透法 总统副总统选取罢免法 及公职人员选取罢免法等罪嫌 纠团到中国接受免费落地招待事件 层出不穷 从11月至今 桥检已经侦办三件 选战倒数38天 时机特别敏感 仅检掉加强茶器 也提醒民众别贪图便宜旅费 避免因此触发 进行文谢嘉宁 陈珊珊采访报道